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吕秋远 那么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是职人360行 就是我们要来谈每个行业的辛苦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话题是有关于电视台的生态 那么电视台的生态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舞台 那不管是记者 记者我们称之为他是无冕王嘛 他讲什么好像都不会有事 那不然我们就嘲笑人家落智啊 没读书才去当记者啊 然后或者是艺人 艺人我们就觉得艺人就是一个表演的 这个我们讲说古代对于艺人来讲 都是比较低的这种负评的方式来评论这些人 但事实上他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欢乐 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乐趣 那这部分其实在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就是全民大剧团团长谢念祖 那谢老师哦 他本身在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表演艺术这一块 非常的有名哦 那么事实上来说就我们这一块来讲 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 电视台不止血汗和疯狂 为什么疯狂哦 那这跟我们最近全民大剧团要上演的一个 就是电视台的这个疯狂 就是我们讲疯狂电视台应该这样讲 这一部我过去看过 其实这一部哦 他一直在更新 跟着时事跟着不同的剧本在做调整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我们导演 就是我们谢念祖谢团长 我们谢念祖团长跟各位问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听他声音就知道非常的戏剧化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请团长聊一下 这个全民 这个疯狂电视台这个概念 是您接手出来的构想 还是一半以后您接手 这个是我们全民大剧团 2010年我们的创团作品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之前我做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全民大门锅 那我是里面的编导 过了大概七八年 生不如死的日子 最后跟伟中哥讲说 不好意思伟中哥 我还是想回去做剧场 是 对因为做电视虽然很有趣 其实七八年前的电视 跟现在还是有差别 有有 然后当时的影响力也还蛮大的 因为我原本就是做剧场的 然后因缘忌讳说 伟中哥有一天他的秘书 打电话找我 说问我有不兴趣做个节目 是 就是全民大门锅这个节目 就是还蛮有趣的 那因为我们做剧场的 就是比较小众没有接触过那么大众的节目 去做了节目就觉得 电视如果它是一个很hit的节目 它的确会有一些影响力 对就比如说你早上塞车 你下午就写脚本就骂那个塞车 对隔天交通就会改善 非常及时 就会派警察出来 你就觉得哇 好神啊好过瘾啊 但是随着时间 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一直每天这样live直播 live直播 就人会疲乏 而且我真觉得电视人好不健康 应该说做我那个节目 电视人真的不健康 从某个角度来讲很不健康 很辛苦 当你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沮丧 就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那时候做全民大门锅的时候 你每天都要想那个梗 那每天是很及时的对不对 对对非常痛苦 对 那比如晚上要播 你可能是今天下午 你剧本才写好 今天中午才确定题目 那下午才写好 下午开始写本 那写本以后 然后五点之前 要跟韦中哥对完本 然后我大部分都是负责单元的 协导 你那个 我想请教你 你那个剧本是您写的 还是找编剧来写 我就是编导 你就是编剧 对所以我就必须写 那演员怎么办 演员他要当场背 对有些像我单元的部分 有些单元 譬如说 我们比较严格一个 一点的单元 譬如说 当时有一个单元叫做 汪笨湖的爱台湾 对 这也有特色 教导大家如何爱台湾 那段时间 我是全台湾最爱台湾的人 因为我每天都在想 这就是爱台湾啦 每天都在想 那像那种脚本 我们就会要求演员一字不漏 对 因为那怕 尤其那时候 蓝绿又更 就对决得很凶 现在还在对 但那时候比较凶 那时候比较凶 现在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没有像当时那么 对立的那么严重 那所以我说每一个字 都会要求演员 就照剧本 对演员背不起来 我们就有大字报会提示 OK 对 那但是有些部分呢 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现场进现场的 演员彼此丢界的时候 那就是给很大的空间 就告诉演员说 哎这边有个笑话 你可以看你高兴 什么时候用 就什么时候用 对 所以状况不太一样 那我就负责比较 比较严谨的部分 比较容易擦枪走火的部分 是 对 所以就很小心 真的真的 那时候就自自斟酌 那时候演员是不是很累 演员每天都要跟着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后来要再进到 这一个节目里面的 几乎是太难了 因为你要了解 所有政治人物的状态 以及这个政治人物 跟另外一个政治人物的状态 是什么 你不能够乱讲话 你还是必须有 那个彼此间的关系 然后才能够讲出 那样的笑话 你对政治要非常敏锐 不然你写不出来 是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就 因缘机会进到 这样的节目里面 就开始 每天就写脚本 写脚本 那可是到后来 真的觉得有点不太健康 就是朋友来找你说 哎呀我发生一件 什么事情 你第一个念头的时候 你别担心 苹果不会登啊 是 对又很冷血 我想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做一些 比较感性一点 可是那时候 谢导你的做法 是不是变成 你几乎每天 都为了节目而活 等于说你中午以后 开始想梗 中午定题目 是 晚上下午想梗 晚上进棚 对 然后第二天 周而复始 每天这样做 是 所以那时候 家里面的电视 是不能够关的 对 然后新闻台 就是你不能够容忍 那个进广告 进广告 你就开始转台 对 因为你要知道 对 要知道所有台的状况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 你赶快去买报纸 看所有的报纸 蓝绿都得看 对 有杂志出来 都好开心 赶快看杂志 有什么有趣的新闻 有趣的观点 就全部拿来用 所以那个时候 生活里面 几乎就是全民大门国 这样多久 就这样七八年 这样好累哦 对对对 这七八年都在这样的 高压下生活 然后更惨的是 有一段时间 我还去帮忙做 住左边住右边的 编剧统筹 是 那住左边住右边 一个礼拜是要录四天 是 然后全民大门国 一个礼拜要录五天 但一个礼拜 只有七天而已 所以我那时候日子 那六日怎么 六日可以休息 没有 根本没有六日 没有六日 我们连台风都是一样 照常上班 是 根本没办法 是 那时候我只要看到 那个手机 电话一来 一看王伟中 马上就胃痛 是 因为又不知道 出了什么事情 都不知道临时 有什么任务 或是怎么样 压力非常非常大 那那段时间 有没有对你带来 比较大的名跟利 名跟利 后来才发现说 这样是有名的 对 利的话呢 真的是个苦差事 对 对 那我们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嘛 对一篇一篇稿 文字功能 对对对 文字功能在爬书 但是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 你在那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 对 就是没有写不出来的本 是 没有什么叫做 没创意 没灵感 没这回事 对 时间到东西就一定得出来 是 就强迫你 我们最惨有碰到那种 呃 演员 化妆已经画好了 在那边stand by 摄影师灯光 全部都好了 导播已经在副控室 等你了 就在等你的本 你说对不起 再给我五分钟 一定要把本写出来 然后他就跟着大字报走 对 大字报的已经在写了 对 所以到后来就 因为我们做艺术创作的常常会想说 我没有灵感 我感觉不对 我需要去一个咖啡厅 我没有咖个头啊 你任何地方 压力可以逼出你的钱 对 以前人家会反问我说 诶 那个谢导 你会不会在哪个地方比较有灵感 我说没有 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 我一点时间都没有 只要有任何有网路的地方 就是我灵感的泉源 是 那时候 无线WiFi那时候还很少 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先找 哪个地方有没有孔可以查 一查赶快看 线上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 那这个 这个都还算 还算就是 后来慢慢戏意为上 其实最怕就怕 我已经交稿之后 忽然间又发生什么事情 突发指线 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是已经在 已经交完稿了 那我晚上有个演讲 我赶去新竹 对 在新竹的路上 就好时不时 王伟东打电话给我 伟东哥就打来了 他说 念主啊 刚好经过山区 那个讯号 完全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东西 很紧张 对 你也不能跟他讲说 伟东哥 我现在在哪边 因为晚上我应该进棚 我没进棚 我等于说翘班 那你只能说 是 是 好 伟东哥我懂了 好 我喜好再给你 一下高速公路 赶快上网去查 就查到说 那时候好像是 刘德华的一个 影迷的父亲 在香港 就骂他 对对对 他就说 他女儿花了他很多钱 对对对 我只隐约听到刘德华 我想应该就是这一则吧 就赶快 先把稿子写好 就停在路边 就写好稿子 然后传给伟东哥 他看 OK 好 然后我心里才松一口气说 还好猜对了 太可怕了 交完稿之后 然后刚才去演讲 所以是什么样的因缘 这七八年之后 你突然想要退休 去做全民大剧团 就累了 就直接累了 我觉得就累了 我觉得 这个圈子里面 我觉得 我从某个角度上 我想替这个圈子的人 说点话 因为我觉得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每个人都想做好节目 哪一个圈子 电视圈 电视圈里面 每个人都想做好节目 我看过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看过某个制作人 就找我说 哎呀 我这个 快要录影啦 你赶快帮我把这个本写好 我几天之后就要准备要开录了 因为刚录社会也搞不清楚 其实根本就是骗人的 但是就很认真的把他写 写好后来这个 当然事情不了了之 等我做闷锅五六年之后 等于说大概隔了十年之后 那个人还在拿那一个计划书 还在找说 哎 人家帮他写本啊 您电视台都答应啦 我就觉得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好多人好辛苦 然后每天早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收视率 对 对 收视率好 那就很开心 然后想说接下来怎么样 然后 就是很潜谍式的一个 社会的缩影 它是反应更激烈的 对 任何事情一发生 马上反应 然后很快就过去了 那我觉得 在这一群这么焦虑的人 要做娱乐给娱乐整个全台湾的人 我就觉得这是一件 还蛮荒谬的事情 因为他那么焦虑 不太可能带快乐给别人啊 所以全民电视台就是这样来的 疯狂电视台 疯狂电视台就这样来的 对 这个起因是 我看到这一个圈子里面一些 有趣的现象 我等于说 空降部队来到电视圈里面 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有趣现象 就把它转化成一个剧本 然后变成舞台剧 然后呈现在舞台上面 好 那么感谢我们谢老说明 我们待会来聊一下 我希望知道一下说 因为我看过其中的一季 就是那一年的 但我想就是待会跟 请谢老爸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 这几年他的 疯狂电视台的变迁 大概是什么 节目结束 待会来 欢迎回到 980文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 进行职能360的单元 那我们今天谈的 这个职业是电视台 那我们特别邀请到 谢念祖 谢导 那么谢导他过去就是曾经在 表演艺术这一块里面 有做过非常多的经验 那包含我们讲说 刚刚前面如果有听的话 就知道说 全民大闷锅 这个部分就是 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作品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 再请问谢导说 接下来从这个 全民大闷锅之后跳过来 这个疯狂电视台的特色 跟他的整个概念 大概是什么 是的 经过了七八年 非常苦不堪的电视生活之后 我就决定再回到我的老本行 然后做剧场 那当时 凤凰电视台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这个表演形式 其实是剧场界的一个创举 应该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 把摄影棚搬到剧场里面来演出的 是 对 所以我们首演的时候是非常惨的 是非常惨 对 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们在摄影棚里面 其实最大是谁 就听导播的嘛 对 但在剧场里面当演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职位叫做舞台监督 他就负责call cue说 比如说舞台 景片要飞 好 灯光Q1 go 他会控制所有的 到这一台疯狂电台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谁要听谁的 所以整个戏就卡在那边 我们正式演出前呢 会有彩排 彩排就是形同正式演出 只是台下没有观众 彩排之前呢 还有一个叫做技术排练 技术排练就是走各个技术点 走位 走位 灯光 音乐 然后幻景 然后摄影机各方面 我们连技牌都走不完 更别说彩排了 连技牌都走不完 因为太复杂了 因为然后两边的人 其实唯一懂两边的人 就我而已 所以唯一唯一懂两边 但是现场状况真的太多了 我记得那天已经到五点多了 我们技牌都走不完 对 然后伟中哥整个人铁青 因为当天首演 他支持的徒弟 做的一个剧团要首演了 然后很多人都来看 郭台铭啊 很多明星全部都来看 所以他整个人气炸了 我后来就跟伟中哥讲说 伟中哥你先去照顾演员 因为我知道 演出之前他不会去骂演员 对 那我就直接去应付技术的部门 协调了非常久 我的印象非常深 跟那时候 一个负责我们影像的老师 忽然间跟我说 谢导对不起 我真的做不到 我都快哭了 我说你不能做不到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 他就想了一个 很简陋的方式 因为有些技术部分 真没办法克服 真没办法克服 我们那时候 那个副控室 那时候好像大概有 大概九个人 去控制整个副控室 我们等于把摄影棚办 因为剧团经费又很有限 就找学生 台北教育大学 我们一起合作 那学生经验不是很够 真的一直出错 一直出错 然后到首演 真的 这真是一个烂电视台 我们讲疯狂电台 就是一个很烂的电视台 刚好我们的那个 会卡的地方 刚好就符合 那个烂电视台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出了状况以后 就是烂电视台 就当这样吧 就当这样 就稀里乎乎 首演就过去了 结果回馈的那个效果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当初我们只想说 我们做一档戏 所以这一档戏 当时我们剧情的设定是什么 剧情的设定就讲说 一家电视台 只剩下两个员工 要run 24小时的节目 他怎么做 OK 所以比如说新闻 他根本没有记者去报新闻 所以呢 他就在主播台前 放着一个荧幕 荧幕里面有分别 有9家电视台 从49到58 就看着别人的新闻 报新闻 那万一观众要看画面怎么办呢 那就一个人说 像说术一样 打主板快速 一边说 然后另外一个演员呢 就负责来演 那另外呢 演那个演员呢 就是唐重胜 他同时要演强匪 演超商店员 他要演刚喜欢找出来的老板娘 然后三个人还要打架 所以他一人分四三角 还让三个角色打架 所以演员非常非常忙碌 对 那这就是电视的一个生态 那比如说我们里面发展一个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元 叫做深夜住眠秀 就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一定有那种夜蓝人静 那个桥道我记得 夜蓝人静睡不着觉 拿着遥控器转来转去 希望有个节目能够帮助你睡着 现代人很容易失眠 《疯狂电视台》里面 所有的烂节目都有 比如说第一个单元 叫做经典电影介绍 就一个人站在key板前面 然后后面放出来的影片就是 后面好像森林一样 他说为各位介绍的是侏罗纪世界 现在走过来的是雷龙 他就画面用摄影机去摇那个摄影机 然后感觉上后面的树在晃动一样 然后跳回主持人就说 在扣人心弦的动动声中 您睡着了吗 完全没有恐龙出现 因为这家电视台连买恐龙的素材都没有 那还没有睡着没关系 下个单元一定帮助各位睡着 市政更好二为五里数 一个女老师就出来了 各位同学我们要市政更好二为五里数 首先要反正更好二为有里数 反正你也睡不着觉 就一个罐口把整个市政更好二 整个讲完 那个演员非常厉害 康音音就把整个背完 非常厉害 通常背完现场一定会有掌声 如果再睡不着 没关系下个单元一定帮助各位入睡 举光原地 当国兵的人只要听到这四个字 一定马上就睡着 如果各位再睡不着 我们还有终极武器 那就是重播 这个节目会不断的重播 重播到早上 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节目非常好呢 因为成本很低 对 而且收视一定好 为什么呢 因为人睡着就不会转台 所以他收视率就节节高升 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单元 就觉得 台湾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 如何用很精简的费用 其实这真的被逼出来 就是这样啊 真的是被逼出来 你跟对岸拍一个电视剧 大概他可能预算 跟我们就是用台币跟人民币的几家 就完全不一样 现在一句来讲 更不止 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常常有时候看大陆的某些片子 哇 他的片头就已经把我们整 整集的预算全部都用完了 那真的是 差距 我们一集八十万 他可能一集八百万 对 可能 而且是人民币 我觉得那个落差非常大 那我觉得当从八年前到现在 再来看这一部戏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出宣扬台湾精神 宣扬台湾那种 克服奈劳 对 而且用创意去克服 一些困境的一个作品 所以在里面会看到 一个电视从业人员 如何苦干实干 然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 其实充满了 蛮傻的 充满了一些幻想 但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去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既搞笑 然后又励志 又非常励志的一个作品 那你每一年会在里面内容 做一些更动吗 是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单元 叫做政论摔跤 对 我记得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有那个政论节目 有人打人的事件 引发我们这样的联想 就说 那我们应该把摔跤跟政论节目合在一起 让蓝绿互打 观众看的一定非常爽 我们刚开始这样想的时候觉得 好像是这样 但当真正要排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困难还蛮多的 为什么 就是摔跤的招式 对 然后以及你如何摔得象征的 对 然后眼睛又不会受伤 对 常常不小心就受伤了 对没错 就真的 真的 结合摔跤 比如说 白色恐怖虎形作极 就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然后结合一个虎形作极 就让民进党去摔国民党 那 你还要去平衡蓝绿 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来的观众状况是如何 所以你就必须 让蓝绿的观众 看的都很爽 我觉得这个部分 剧场还做的蛮不错的 每次看完以后 都有观众跟我们反映说 你们把绿的摔得很好 所以每年你都会 增加不一样 比如说今年好了 我们等一下会谈我们今年这出有意思的戏 你今年加了一个 就是我们讲选举 选举做平台 我说那之前前面这几年 你每一年在思考构思那个时事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加入的 我觉得那是全民大门国训练出来的 你却知道说 现在政治当中最hido的是什么 观众最在乎的是什么 那像我们这次一定会把那个寒流加进来 夜袭会加进来 对就是现在流行什么 这有点类似以前李律群他的那个相声的概念 对对对 我还记得那就是那夜谁来说相声 他里面就会加到什么黄大洲 陈水点赵少康 这个都一定会加进来 而且我们真的几乎是只要当天有任何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当天赶 这培养出来的实力没问题 那为什么你会找灵眼呢 就是观众会上来当灵眼 因为人不够啊 人不够电视台 剧团的预算也不够啊 那我想说我们做一个电视台 总不能没有戏剧节目嘛 一定要有戏剧节目啊 我们想说台湾真的很厉害 当你预算不够 他们就这是真实状况 大家都知道就是类戏剧 什么叫类戏剧呢 就是蓝色蜘蛛网啊 玫瑰同龄啊 那个演出有个特色 就是都是靠口白 对 他靠口白在讲 然后呢 早来的演员呢 大多都是灵眼 对 他只要听那个口白 做表情就好了 我们觉得这太白痴了 也真只有台湾人在这种 很没有预算的状况之下 能够做节目 我想说那我们在剧场里面 可不可以这样做 好像可以 盛竹鲁就是这样来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后来就找盛竹鲁 来参加我们的演出 他听到也很开心 我们这出题大概是 大概七八十场之后 才开始找盛大哥来参加我们 但他每次一出场 一定全场掌声鼓励 当然 因为他是十足啊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对 所以 但是演员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要说 在排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干脆找现场的观众 对 找现场的观众上来 跟我们一起配合演出 我们看他想说 其实这对剧场的导演而言 是一件还蛮危险的事情 因为叫上来的观众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还蛮害怕这样的状况 但还好 因为我们的男主角是唐冲胜 冲冲没问题了 冲冲表演艺术真的很强 是 重点他经常主持很多的活动 对 喜事上市 他什么都能够主持 现场当场就可以hold住 对对 临场的反应非常够 所以因为是有这个演员 我才敢这样子做 但后来我们就慢慢慢慢磨练出来 知道说 我要找什么样的观众上台 比较不会出状况 因为我们前面 大概三四十场的时候 还会有那种观众上场 太over 对 因为我们真的 真的没有事先say好观众 我们都是现场找 就完全不知道状况的观众上来 配合我们的演出 那后来呢 我们就研究出来说 如果他举手说他要上来的 这种就千万不要找 因为这种表演欲太强了 会破坏人了 对对对对 观众就想说 那一定是预先say好的 对 那我们就想说 那种一定不能找 要找什么呢 就是他一直看你 当你眼睛对到他的时候 他会很迅速的躲开来 这种就有机会 这种就有机会 就是那种 我们比较喜欢那种 内心很闷骚的这种观众 好 那我想 导演介绍了过去的一些戏 我们待会节目回来 我们会请谢导来跟我们说明 这一次的我们讲说 疯狂电视台 九合一大选演出现场 同步开票 到底大概会演些什么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么我们今天访问了谢导 那我们关于所谓的疯狂电视台 这个节目的起源 那么这一次是在 11月24号星期六下午4点 疯狂电视台 要举行大选开票版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各位要买票来得及 我是非常推荐啦 因为我自己看过 我说过 这个节目我看过 他之前做的就是 正常版喔 正常版就是 他有新闻台 儿童台 政治台 娱乐台 戏剧台 购物台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一般版的 但是11月24号九合一大选 这个可以透过 各位等一下上网 两厅院售票系统 从800块到3500块的票都有 这个呢 是24号下午4点 那各位投完票之后 就可以在那边开票了 大家陪你一起开票 各位想想这是多么 其实刚刚我们谢导有讲 12 16都有做 那我们现在请谢导告诉我们 今年的卖点是什么 九合一大选的卖点 其实我们当中会做 这样子的演出 也就是阴错阳杂 就是有一个选举的档期 人家给了我们 然后我们就试作看看 但没想到效果那么好 所以每逢选举 选前几天开卖的 大概那次记得 那次大概选前一个月之内 也差不多 对但是那一场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国家剧场 我们是开四场 但那一场大概一个礼拜就卖完了 对 对因为大家觉得太荒谬了 对 怎么剧场这么严谨的地方 这么很多人认为是很神圣的地方 我们就会可以把它拿来开票 那我觉得 全民大剧团在做的一些作品 其实一直在突破剧场的一些可能性 因为对我来说 剧场就是队的人进到一个队的演出当中 然后看到队的演出 然后台上台下有很好的交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剧场作品 那一般我们要怎么做 你像你这样怎么要操作 比如说票都进来 你要做的是真正的 真的 票数转播 真的票数转播 我们真的会做 我们就会多增加我们后台的人员 那这样的乐趣 怎么样带给观众一些乐趣跟互动 就好像我们去看NBA总冠军赛 你自己在家里面看 跟你在酒吧里面 或者在某一个场所里面 大家一起看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那个票数一爆出来 你就会知道现场是蓝的多还是绿的多 那个非常非常有趣 那一二年是蓝的多绿的多 一二年有印象吗 一二年蓝的多 那一六呢 一六差不多 差不多 两边差不多 OK 对 那其实我们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不确定胜负的 那种比较有趣 因为胜负差太多 其实就 大家说 对 比如说高雄市啊 比如说哪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不知道都是谁 高雄 台中 对 或新北市 台北市 甚至台北市 其实都有可能 所以这次我们就觉得 还蛮有趣的 你们要怎么在舞台上 能够让大家觉得 你好像就不是一个一般的 就是在严肃之外 在正经之外 不失幽默 我们随时会 我们随时 因为旁边我们就有荧幕 第一个我们荧幕 就电视转播 看这一齣戏很有趣 你一方面坐在剧场里面 你可以看到现场的演出 同时呢 你又可以看旁边的屏幕 旁边的屏幕 你看旁边屏幕 你就变成电视的观众 因为那是电视转播出来的 好 那所以当我们在爆票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用荧幕直接爆票 那怎么样能够不改 因为怕太干了 因为我们演员都非常非常有趣 我们会有一些 很特别的地方 我真的没办法在这边讲 真的你要进来才知道 对 然后有些不该爆票的地方 我们也会让它爆票 就会变得很荒谬 但我觉得 这种荒谬的状态 在台湾的电视 好像都符合 所以台湾电视上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那这次做不做公投 公投也会做 可是我们这次开完票 公投很荒谬 对 但是公投做完可能都已经八九点了 我们这一出要演多久 我们会演到七点 七点 但我们基本上是希望六都能够爆完 对 然后 六都是爆得完 其他的呢 我们就看状况 那公投我们是很想爆 因为太多张了 开完就 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 那可能要到下半场才开始爆 而且还有彼此冲突的 对 要是两个都过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我们大概节目设计上 尤其是第一次这次有公投的情况 大概公投会摆在后头吗 对 公投一定放在后面 因为我们的 因为应该一开票 应该就是先开市长的六都的 那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然后再来再看公投的状况 应该六点就开完了啦 应该六七六点半 应该照现在的速度 应该差不多了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下半场才开始讲公投的东西 OK 所以公投这次有纳进来 当然当然 因为太荒谬了 我也觉得 对 因为那个 你连题目都不知道是什么 对 而且那题目很怪 每一个 每一个题目 其实你本来公投是要 刺激民众在思辨 但现在大家都在 反而是 你就告诉我立场 我就看哪人包 对 这根本完全没有思考的东西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也是台湾民族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但我觉得 我们网路上面有狂传 那个 他们的市长辩论 然后变成 阿卡佩拉的那个音乐 对对对对 那像我 我看到那个 其实我都会蛮感动的 为什么 我觉得 台湾人太有创意了 这么烂的选举 这么荒谬的事情 对 我们可以弄得更荒谬 对 这就是啊 然后人家在正监发表会上 讲这种东西 大家觉得好笑 太好笑 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然后还有人在加码 一直往上叠上去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创意 我觉得 因为我们在这片土地 我们其实真的太自由了 所以我真觉得 我们唯一赢对岸的 大概就这个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创意 我们的创意 然后我们的不被拘束 在那一个框架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们 最值钱的地方 然后所以 像这一出戏 《凤凰电视台》 有很多 你想要表达什么意念 你做这样的选 一开始是因为有个档期 那你这样做了 16年的档期 再加上这一次的档期 你心里想的 你想凸显什么概念 你说在做《凤凰电视台》 不不不 做这一个特别节目 其实做这个特别节目 我真的觉得是 从那个闷锅延续下来的精神 就是其实是有政治人物 如果能够像我们 闷锅里面的角色 带给人民欢乐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我在做这个作品 这个选举 特别是选举的时候 我们宣传都常常会讲说 你要是对选举非常焦虑 欢迎到剧场里面来 不管是蓝赢绿赢 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赢 你要赢怎么样 你开心就赢了 重点是我们人民开心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演出当中 是对蓝绿赢是 极尽嘲讽之能事 让大家能够看到 所有的政治都是表演 各位真的不要太相信 真的不要太相信 我们已经政党轮替来轮替去 你觉得有稍微好一点吗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很多种还是一样的 很多还是要靠我们人民自己 所以我们希望政治人物 能够做好 没错 这是希望 但是不要把所有希望 寄托在他们身上 最后一定都会失望 那这里面有没有嘲讽政见发表会 嘲讽政见发表会 这一次的政见发表会 你不觉得很有趣 我目前还没有 其实我坦白讲 我们最后的嘲笑是 我们前一个礼拜 就等下个礼拜 我们才会开始整理 依我们的习惯就是 前三天再把所有的笑话 重新整理 像我们刚刚讲的 蜂蜜柠檬 然后不爱江山爱美人 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做呈现 其实很有趣 对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桥段都可以放 里面有非常多的桥段都可以放 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里面的那个疯狂蜘蛛网 我们上一次演出的时候 其实后来这个疯狂蜘蛛网 其实他就讲用类戏剧的方法演出 而且我们更极致是 因为我们连摄影师都没有 所以就是演员 你演的时候我拍你 我演的时候你拍我 我们是一镜到底 之前有一部片子叫做 一师到底的电影 对 内部很有名 只花了八十万台币拍的 然后在台湾好像卖了三五千万台币吧 就票房非常好 我那时候去看 我就想说 看完以后 我一直觉得心有戚戚烟 就觉得似曾相似的感觉 还是我们的女主角康英英跟我讲说 念主歌 那就是我们的疯狂电视台啊 我说对 我怎么没有想到 我们里面就玩一镜到底 对 那后来说我们在加演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一师到底的一些内容 直接放到我们里面来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依照时事的一些状况 然后县长跟演员排泄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把事实的加进去 是 所以这一次的话 等于说我们具体的节目还没有成型 就是还会加什么原料进去 加料的东西还没有 主戏 主戏出来了 架构还是一样 对 那我们常常讲说 各位 就是没有要欺骗各位 如果你看过的话 其实内容 主要内容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 时事的东西 可是有趣的就这一个啊 对 最好玩就是这一个 而且演员的反应 演员的才华也都在这里 以及现场找上来的观众 你真不知道他会表演什么东西 你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样的状况 那就是太好笑 这个部分大概三层嘛 然后主轴大概七层 可是很多观众 如果你想要再回来看 重点就看那三层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观众来看了七次八次 那我在路边要过马路 他说啊卸导卸导 我说哎你好你好你好 他说我这次是看第八次 我心想说你别再来看 其实笑话很多都一样 我说没有 有很多不一样的 对很多观众也说 他看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大概十分之一不一样 他觉得哇好多不一样 没错 但是我们对我们还是有点心虚啦 就是还是很老实的跟大家讲说 哎主架构是一样的 我知道 而且舞台剧我觉得有一个特色是 演员现场的表演 其实那个现场表演每一场都不一样 对 因为现场的观众不一样 如果今天观众特别嗨 他就必须让笑声 可能多让个三秒 因为让了这个三秒 下一个状况就不太一样 没错 对 所以这是最精彩的地方 好 那我们待会最后 我想就是我还是回到原来这边来 跟谢导讨论一下 其实就电视台本身 这个疯狂电视台里头的这些人 他到底试图要带出 我们原来的现在电视台里面 问题在哪里 我们待会回来请到谢导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吕秋远 时间要 我是吕秋远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谢念主 谢导 他是全民大剧团团长 这个部分 有没有讲全民大剧团 所以我有时候会念成 全民电视台 不是 这一部叫做疯狂电视台 因为真的很疯狂 那诚如我一开始讲的 我其实觉得 谢导论你在写这个的时候 你把多少电视圈的东西 带进这里来 你自己看的时候 几乎是整个搬进来 例如几个问题 有哪几个问题 你觉得你想要凸显的 我觉得人手嘛 人手不足 资源不够 然后但是我们的工作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是 对 然后你没有假日 对 然后上面的人要求你是 全心全意投入的 对 对 那我觉得很不人道 然后像电视台里面的 工作人员 就是向大学生进去 对他们就是 就是我在闷锅里面 我后来就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还会想说 这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什么名字 后我都不去记了 因为流动率太高 太高了 太高了 有个人去买个道具 再也没回来 下次再碰到他 在新马克 换另外一个 下次我碰到他 我说你不是那个谁谁谁 在搬道具 有时候念祖哥不好意思 就是我上次去买东西 为什么待遇太低 压力大 压力大 对 待遇普通 普通 其实待遇普通 是 对 但是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像我们这种live的节目 就真的是会骂人 压力大 压力大就会骂 然后 我最记得 第一次看到王伟中 在摄影棚里面骂了 我其实那个整个摄影棚 都在摇动的那种感觉 伟中哥不是在 之前不骂演员 是之后 演完他检讨的时候 没有他直接骂工作人员 对啊 现场道具不对啊 那个脚本他没有过过 就想偷露啊 是 对啊 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就前路结果 没想到好死不止 他就来现场 就破口打骂 是 对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 感想说 还好被骂的人不是我 对 不能太难听了 对啊 那个是真的 骂得狗血淋头 然后骂完之后 你要继续做事 但这样的话 你还会鼓励 呃 搭进电视台这个环境吗 不会啊 哈哈哈哈 不会鼓励 还是不会有事啊 我 我觉得啊 我觉得 你要去 检视一个产业 嗯 我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 你这个产业 说不说得出故事来 对 有没有什么 当你刚才跟别人介绍你的产业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讲出一个 一个你觉得很棒的故事 真实发生的 在你这个产业里面 比如我在讲 我就可以讲我们剧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 那现在我们要问电视圈里面的 还在电视圈里面的 你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 你在你的职场里面 你们怎么样做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或是怎么样 问题应该都不能说得多吧 没有没有 有些是可以说的 我是说私底下分享的 那我觉得 当如果你说讲出来的故事都是负面的 都是黑暗的 那我觉得这个产业没什么希望 是 对 那反观我自己在剧场 虽然我们真的好辛苦 好辛苦 但是每次演出完 我们看到观众的掌声 看到观众很开心的出去 那是立即的回馈 那都是我们每一次很正面的说 哦 我做了一件 对台湾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有些人因为进到 进到这个剧场里面来 我这一出戏 羡慕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盼望在未来 某天夜来人静 你睡不着觉的时候 想起我们疯狂电视台的 深夜住门秀 就给含笑入睡 那是我的真心话 我希望我都做一件 能够让大家开心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你觉得电视现在还可以吗 我觉得很多都没有意义 永远都是谈话性节目 对 为什么 成本低啊 那我们还听到说 创意低成本低 抓个题目来开始骂 骂人完就结束了 对 而且那个创意 就没有创意了 就是就混时间 那跟当 那就跟当做 做那种生产线的 就重复的事情 那你就看报纸找题目 然后就找来宾 就反正来宾就那几个 那做这个事情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那没有意义 那就 就很无聊 就很无聊 所以 所以我真觉得 做电视的同仁们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当初我们在演这一部戏的时候 我们有邀请那时候 康熙来了还很hido的时候 找他们整组的人来看 看完之后一半的人就离职 就觉得 我终于知道 我自己在干这个 不如归去 对 那我们还有一场是特别邀请 所有的电视人来看 那场上半场 大家还是笑得很开心 到下半场大家几乎笑不出来 因为就是现状 就是他们的现状 就是他们悲惨的遭遇 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很有趣 好 那么今天谢谢谢导来到这里 我真的蛮诚实推荐大家 其实大家有时候也听得出来 我有没有推荐 其实我在访问谁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今天我觉得这部片 我自己看过 真的不错 有空可以去看 好 今天谢谢谢导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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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